4月15日 Edubus美式教育大巴在尔湾新制开启 奥兰志县教委主任Dong Wagen等嘉宾出席典礼 并为乔迁新制剪彩 Edubus美式教育大巴是一个卓越的学习社区 致力于教育培养并激发孩子的潜力 让孩子们健康的成长和发展 为学员提供丰富多样的课程知识与专业技能 并提供定制化服务 根据学生兴趣和需求 为每一位孩子量身打造一条适合他们成长的升学之路 目前开设有2到17岁全方位教育优质课程 包括幼儿教育课程 K12语言艺术课程 以及Theme Lake课程 据主办方介绍 Edubus美式教育大巴的专业团队 拥有多年教育规划经验 通过全面的学术提升与能力培养 以及专业的特长规划服务 成立5年来 Edubus帮助了来自全球4大洲15个国家的数千个学员 通过Edubus平台学员们结交了跨国好勇 拓展了不同文化视角 拥有了全球视野 剪彩典礼还举行了 Project Next Foundation的颁奖 该基金是一个成立于2018年的非盈利组织 旨在南加州创建一个模范学习社区 激励并赋予亚裔美国青年 以正念和创造性思维 以荣誉和道德勇气行事 以卓越的精神领导 以慷慨的精神服务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我们广大的华裔学生 更需要的是更好的关注社会 关注我们的弱势群体 帮助我们更多的身边的朋友和社区的居民 所以我们在2018年 我们成立了Project Next Foundation 那我们这个Project Next Foundation 未来项目基金会 是一个帮助广大学生做社会服务的一个公益平台 那在这个平台上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学生俱乐部 这些俱乐部为同学们充分发挥 他们各个每个人的兴趣爱好 来结合自己的专长 来更好的服务社会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庆典活动 也是一个我们的俱乐部团员的招募活动 我们希望更多的我们的华裔的同学们 我们的小朋友 我们的成年人 都能加入到我们Project Next Foundation 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一起来 更好的帮助我们身边的人 帮助我们这个社会 华夏电台记者 二湾市采访报道